哈囉大家好 相信大家對這個空氣品質的議題呢 都非常的關注 但是關心歸關心 有多少人實際去測量過 自己生活所在地的PN2.5濃度呢? 或許可能這個比例就很少 或者是說 其實你過去可能沒有想過 到底這種PN2.5偵測器要去哪裡買 以及他們的價格會不會很貴 等等的一些問題 那好消息是 台灣大哥大呢 在上禮拜呢 剛好發表了一款這個 MyAir隨身PN2.5的一個檢測椅 那如果說你過去對這個 產品沒有什麼概念 但是又對自己生活所在地的空氣品質 有很大的關心的話呢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相信會對大家有一些幫助 那艾珍呢 也在第一時間呢 是買到了這個 MyAir的增機喔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就能和大家實際來介紹 這一款 這個隨身的PN2.5偵測器 好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打開給各位看這個偵測器 打開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非常的驚訝 因為它的體積居然是如此之小 其實艾珍之前 接觸過非常多這種隨身的 PN2.5感測器 但是今天這款 台灣大哥大的MyAir S1呢 還真的是我見過體積最小的一款 我們可以看到它真的非常的小巧 OK 好那我們把這個模式開 好把感測器取出來 那這個盒裝基本上就是 只有感測器本身 它沒有其他的配件或說明書等等的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感測器的外觀喔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這邊是有一個螢幕的 它會顯示當前測量到的PN2.5濃度 那這螢幕上面這邊還有一個指示燈 它會用不同顏色的燈去指示 這個空氣品質的等級 不然可能有些人看到這個PN2.5的濃度 這個數字可是不太清楚 到底濃度多少的這個PN2.5 代表這個空氣不是很好 所以它會做一個等好的指示 那在機身右側呢有一顆按鍵 也是這個機器唯一的一個按鈕 那在機身左側的部分呢 這個是Micro USB的充電孔 不過我們剛剛看了這個 盒裝是沒有附這個USB線 不過我相信各位之前都有四位型手機 應該都還留有那種USB的充電線 那下面這個就是通風龍孔 我們在測量的時候呢 我們要保持這個通風孔不要被遮擋到 那它這邊還設計一個這個感應器 就是它會感應說 如果你把通風孔遮住的話 它會提醒你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機給大家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機身只有一個按鈕 所以自然我們開機就是按它 好它就會出現了 My Air 然後上面是一個指示燈 那這個出現時間是因為我之前有連線過 大家第一次可能是看不到時間的 那如果說你現在要測量的話呢 你就直接當螢幕亮的時候 你就直接再按一次 它就會開始進行測量 好那我們剛剛有說 它這邊有做一個這個通風口的感測 所以你把它遮起來的話 它會說請保持入風口的通暢 好那我們現在就不要擋熱它 它就開始測量 那它測量時間大概在15秒鐘左右 好就直接測量 那它就會告訴你現在環境的P2.5的數值 OK它測量結果是18 然後下面是普通 普通的燈號就是黃色的 它有分五個等級 欸那螢幕怎麼就洗掉了 對沒錯 因為這種小小型的P2.5感測器嘛 因為體積就那麼小 所以它的電池容量肯定是很小的 根據官方的標示它只有400毫安時 像剛剛它就告訴你 AP2.5濃度是18 然後螢幕就洗掉 就進入休眠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把它換行的話 你就按一下按鍵 如果要測量的話 你再點一下 它又會再開始測量 所以其實它的續航力並不會太差 那基本上你帶入鏡 你走到哪裡想測一下 就給它點一下 其實也不會 不會說要等很久 就大概15秒它就可以 測量出這個結果 好像剛剛是18 這次測起來是17 其實就差不多了 都是一個普通的等級 除了單機之外 它也可以做連線 那連線的話 首先我們想準備一支智慧型手機 然後到Play商店裡面去下載 買Air我的空氣 當然iOS也是同樣的方法 去App Store上面下載 買Air我的空氣這個APP 下載我還要按開啟 那進入APP的時候 首先你必須要登入 這個台灣大哥大的帳號 那如果說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你就可以現場去註冊一個 它是不用錢的 好那我現在就登錄一下我的帳號 好那我現在登錄完成的話 它就會進入這個配對的介面 這個手機跟感測器的通訊 是透過藍牙 不是Wi-Fi 因為藍牙比較省電嘛 所以它這個設計 就採用藍牙來做連線 好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好下一步 因為藍牙的傳輸距離是比較短的 所以會建議你靠近你的手機 好下一步 那要怎麼進入藍牙配對的介面呢 首先我們先將感測器做關鍵的動作 那關機的方法很簡單 你首先按一下螢幕把它喚醒 然後再壓著這個按鈕 它就會把它關機了 好按下一步 那接下來它是介紹說 怎麼進入配對模式 一般我們是壓著這個按鍵它就開機嘛 那如果要進入配對模式的話 就是這個按鍵壓5秒鐘 壓著 好開機的時候繼續壓著 好這時候它就會進入這個配對的介面 好了解之後呢 基本上你就從手機端去開啟你的藍牙 好它就開始搜尋 好那如果說沒有搜尋到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進到你的手機設定裡面的藍牙 好在這個清單應該可以找到一個買AIR S1 後面是一個後面是一串編號的裝置 那你點選它後呢 配對上之後呢 這個螢幕就會變成時間的顯示 所以一開始大家看到我的一開機就出現這個日期時間的話 就是因為我之前已經配對過 這時候你可以回到你的APP裡面 好它就會進入這個測量的介面 好那你可以從APP控制它開始測量 然後他們就會同步去顯示這個資訊 好這次測量的結果是13 那它這邊還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近期的紀錄 好就是它會記錄你每一次這樣的情況 然後上面這個戶外對比是 對比你手機所在地附近的這個環保署測站 那還有一些功能 就是危害的警報 那這個通常你需要測試個很多次 有一些數據的話呢才可以做呈現 那我們看一下裝置設定有什麼選項可以去改 移動輔助測量 我看一下是什麼意思 這個它是看手機的定位 就是它偵測到手機的定位 的位置改變的話 比如說可能是到別的區域或別的縣市 它就會自動去測量 或者是還有一個定時測量的功能 可以是設定 比如說每一個小時去測自動去測一次 等等的 然後有超標危害提醒 測量的時候呢 如果發現高於某一個值的話 像說P2.5如果高於35 如果高於36的話 就屬於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這設定 那更多還有什麼功能是 這個是個人資料的樣子 那還有一個用戶比較 可以跟其他用戶比 不過因為這個機器才剛賣嘛 所以應該大家都還沒有資料可以做比較 所以APP的體驗我們今天大概就只能介紹到這邊 那總而言之就是這個感測器 因為它是真的定位在攜帶型 所以它非常小巧 而且它的機身上面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一個掛繩孔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掛在你身上 然後走到哪裡想測一下就按一下 走到哪裡想測一下就按一下 所以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這個感測器呢 是採用這個雷射的方法 所以在準確度上呢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參考性的 那不過它跟APP是用藍牙 所以就是基本上裝置必須要在附近 那這個資料我不太確定它 這個機身上面有沒有記憶體 也就是說如果藍牙斷線的話 那你給它設定時測量 如果隔天再重新配對的話 它會不會把一天的資料同步過去 這個我們後續會再跟大家做測試 那如果說你只是在意隨時去測量的話 那基本上你不用連藍牙 用單機模式也是很OK的 好但是當然第一次還是建議你連一次藍牙 因為你連一次藍牙的話 它就會有這個時間的資料 所以當你帶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想看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再拿手機 就拿出來點一下 欸就可以出現現在的日期跟時間 等等的資訊 那想要測量的話呢就再按一下 所以就可以隨時去測量這個 所在地的空氣品質狀況 那上面它的符號呢 這個雲畫一條線 就代表現在是沒有連線的狀況 那如果是出現藍牙的符號呢 就代表說 目前是透過藍牙連線上的 那右邊是它電池的 剩餘電量 它的續航其實還不錯啦 因為它這個 基本上它測完之後 馬上螢幕就洗掉進入休眠模式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說去把它關機 你就讓它進休眠模式 下一次再測的話 再點一下就OK了 那整體而言 我對這個產品是非常的滿意 因為它目前是我用過的所有P20感受器呢 真的最好攜帶的一款啦 那如果說要提缺點的話呢 可能就在於說它的價格是滿高的 因為畢竟它是台灣大哥大推租的嘛 那台哥大本身它是一個電信企業 所以它當然其實鼓勵我們用戶 是去申辦它的這個台灣大哥大電信的方案 然後搭配這一台 才會有這種優惠的價格 或者說可以0元直接把它帶回家 但是對於說 如果你不是台灣大哥大的用戶 然後你想要去單買它的話呢 它的建議售價是2490 那以這類檢測儀來講 它的價格還是算一個滿高的 就我的認知 這樣子功能的它的一個檢測儀 通常價位要在1500以下 才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那2490確實是一個比較高的價位 就要看各位怎麼去衡量 好那以上就是關於今天對於這個 台灣大哥大的MyAir S1 攜帶型雷射P2.5偵測器的一個開箱與介紹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愛蓁 謝謝大家的觀看 你可以接下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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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謝謝大家